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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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一提大家 因為我們今天除了講動態能量和靜態能量之外 我想提醒大家 現在是2月4日立春前後的一些注意事項 因為立春是正式轉新的一年 我們知道農曆新年是1月22日 但實際上在我們那個節氣來說 我們要過了2月4日才算是正式進入套年 我們進去之前 其實由我們過去的冬至開始 到立春之前 其實我們要保持大家的能量是強的 我們的氣息好 就會影響我們接下來的一年 尤其是過了立春之後那頭14日 OK 注意事項是什麼 首先大家先不要夜睡 因為你要有精神 有體力才行 因為我們看到剛才示範給你看的 這些能量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的心境是絕對影響你那個能量 所以譬如自己 注意自己那些想事方法 或者說話的方法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測試出來 示範給你看的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可以在討論之後去做一些demo給你們看 注意事項就是包括 我們希望在立春的時候 即是2月4日 我們不要花太多錢 因為花太多錢的時候 那些氣息是會出現的 如果出現了這些破財的氣息在你面 其實它是影響你一年 所以由立春2月4日開始 那頭兩個星期 就不要花太多錢 或者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prepayment 或者分期付款 或者你在臨過立春之前 由現在到新年之前 你就去prepay了 那你就不會影響你明年 那我們現在其實入了這個冬至之後 已經是慢慢進入去這個新的一年 那慢慢進入的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如果你想提升自己來的運氣 第一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奇門 找出一些有利的方位 去那裡用事 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去那裡做運動 選擇一些有利的方位做運動 去那裡跟別人談生意 或者我們去那裡休息 那慢慢你的能量就會改 OK 那你那個運程也都會改 那因為現在呢 其實是入了這個冬天 那些寒氣是很厲害的 OK 那我們是要注意自己 就不要吸納那麼多寒的氣 所以不要喝那麼多冷的東西 那如果你能夠去做靜座的 做meditation的 那你就做多些meditation 如果你可以配合奇門的話 就是去選一些有利的方位 那你在有利的方位那裡做呢 就會事半功倍了 OK 那這個就是奇門的動態能量 那靜態那個能量呢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風水 這個呢就是那個靜態的能量 那我們其實要兩樣都要一起做 那靜態那個能量呢 就是右手面的這個盤 OK 那剛才你看到呢 這個病符的這個位呢 就是這個東方嘛 那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你可以放一個白肉的葫蘆 或者是一個天然的葫蘆在那裡 那它是可以有這個吸病氣的功能的 那在這個五黃這個位呢 那你可以放一些銅片 或者最好是放一個自己會動的金色的鐘 如果是Metal的就更加好 如果它是有金色的那都OK的 不過最好是Metal金屬的 如果再不是的話呢 就人手在那裡打螺 打這個六下 OK 那其實它都有這個化五黃的功效 那跟著在這些漂亮一點的材緯 這個叫做材緯 就是剛才有提過那個八百星到的南方呢 這裡呢 你呢是可以吹旺它的 那吹旺它呢 你可以放一些流水的物件 OK 或者是放一些漂亮的八百 可以是一些肉的東西 不一定要是真的 其實它是那個nature的東西 它就可以的 那它可以令到它提升 那在這個下面這個北面的這個九指位 那你又可以放一些 譬如是花漂亮的東西 或者是水晶的東西 去令它吹旺它 令到它的氣是提升 那跟你在這個西南邊 另外一個吉的位 代表這個人圓桃花位的 你都可以放一些水種的植物 那去吹旺那個位 那記住最主要呢 就是千萬千萬不要坐在 首先最不好是三十位 千萬不要坐在這個西方 OK 那之後呢 你可以呢 選擇的話呢 當然我都不想坐病符 正常來說呢 其實我們是選擇 坐在這個太歲那個位的 因為坐太歲的位呢 能量是最強的 坐在太歲對面那個 就是能量最弱的位 但是因為今年又有二黑 那我都會盡量去避免 那我會選擇是用這些紫白的位 除了這個西方的這個位 那文昌他的位呢 就說四仔 今年就在那個中間 那中間其實很難去擺一些東西的 如果你是想正裁的話 那你是坐南方 是正裁就是南方 那榴年的桃花位呢 就是在這個叫做一白 它呢就是西南方 那另外一個喜慶的位呢 就是在這個正北面 喜慶的意思就是 譬如你是 譬如有些人是說 譬如結婚啊 做喜事啊 那些這樣 那他可以選擇去坐這個 喜慶的位的嘛 OK 那 但是最重要呢 都是要避開不好 其實你避開不好那些已經是好的 我會避開這個首先是 這個五黃的這個位 就是西北位 第二個我要避開的話呢 我是要避開這個三殺位 就是正西 OK 那太歲這個位呢 其實本來平時是OK的 但是因為他剛剛有一個二黑 都是容易會有這些病的 但是當然如果你是大吐婆 其實他是會 認了那個不舒服的那樣 那他又沒事的 那所以 in absolute terms 其實就沒有 哪一個一定不行的 譬如有些人是 醫生來的 其實他可以是坐這個二黑位的 所以所有東西是有陰有陽 是沒有絕對的 是看你是做些什麼 那是去配合他